李小龙就是功夫这两个字的代名词 而拳王莫罕默德阿里就是拳击的代表 60年代中至70年代末 喜欢看功夫片或者拳击赛的人 一定认识李小龙和拳王阿里 他们两人在格斗的世界中各有千秋 有的人说李小龙可以打败拳王阿里 有的人则认为李小龙不是阿里的对手 关于他们两个人到底谁更厉害这个话题 从70年代至今一直存在争议 李小龙出生于1940年 在1964年 24岁的他在美国空手道大会上 让公众看到了他不凡的身手 9年后伴随着好莱坞电影《龙真虎斗》的供应 李小龙成为了一名国际功夫巨星 拳王穆罕默德阿里 原名卡修斯克莱 出生于1942年 在1960年的罗马奥林比克运动会上 18岁的阿里夺得了一枚拳击金牌 如果来一场实战谁会胜出之前 先来说说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 以及他们两人之间的四英雄重英雄 认识李小龙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名武痴 他曾经认真研究过很多拳击手的动作 包括拳王阿里 1964年阿里已经是世界冠军 同样都身在美国的李小龙在家中安装了一台录影机 把阿里的拳赛一遍又一遍的看 细心研究阿里打拳时的每一个细节 有时候他还会模仿阿里的动作 并且利用一面镜子纠正自己的动作 在李小龙的笔记本中有记录到 他观察到阿里的站姿是右侧在前 然后他开始想阿里每次出拳时是怎样移动和思考的 仿佛就好像在准备有一天会和阿里对战 然后要把阿里打败 1972年的猛龙过江中 最后和大boss查克诺里斯对战时 李小龙就是展现了阿里的步伐向阿里致敬 在1960年代初 李小龙解释美国跆拳道之父李俊九 两人因为武术而成为了好朋友 李小龙向李俊九取得踢腿的一些窍门 而李俊九就向李小龙学习了中国拳法 以及立体式攻击打法 作为李小龙最亲密的朋友以及训练伙伴 李小龙在生前还给他写过几十封信 这些信件多数是李小龙当时的思想与武道技术 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70年代初 李小龙因唐山大凶猛龙过江 金武门还有龙争虎斗名声大噪 阿里也注意到了他 希望能够与李小龙见上一面 可惜的是 李小龙在1973年就离世了 后来阿里找到了李小龙生前的好友李俊九 便向李俊九学习了一些拳击的技巧 在1976年 拳王阿里击败了英国拳王理查德邓恩 在赢得胜利后 当阿里走下台接受访问时 阿里说他使用了一种叫Acu Punch 也就是无影快拳的技巧击败对手的 而这一种无影快拳就是李小龙传授给李俊九 然后李俊九再把它传授给阿里的 让我们来听听阿里当时的访问 阿里和李俊九是在1975年认识的 当时的阿里已经知道李小龙 也知道李俊九是他生前的挚友 李俊九也知道阿里和李小龙从来没有机会见面 所以他借机向阿里展示了他从李小龙那里学到的一种拳法 而李俊九也给这个拳法一个新名词 Acu Punch 也就是无影快拳 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阻挡非常快速的打击 它是基于人类反应 并在产生行动前的时间之后效应 这个拳法的设计思路就是要非常隐蔽快速的出拳 以尽量缩短对手的反应时间 并在对手完成大脑与手腕之间的讯息感应之前完成攻击 当时李俊九向阿里出拳时 阿里无法阻挡他 从1975年至1976年 拳王阿里向李俊九学习了一年半的跆拳道 以及一些来自李小龙的拳法 特别是Acu Punch 也就是无影快拳 然后在1976年的那一场拳击赛 阿里只是用了一分半的时间就把对手KO了 在这一场比赛之后 李俊九还说 终于有一天 我有幸能将李小龙遗留下来的5G传授给那位重量级拳击世界冠军 事实上 拳王阿里非常敬仰李小龙 而李小龙也十分推崇阿里 但是由于两人都是同一个年代的传奇人物 难免会有人想知道 如果他们两人来一场实战 谁会胜出 一个轻量级的李小龙 是否真的有足够的力量对付一个重量级拳王阿里呢 先说力量 李小龙的体格虽然小 但是他拥有巨大的力量 就连他的训练杀包都能高达700磅左右 再说身高和必长 就算李小龙有足够的力量对付阿里 他又能不能够应对身高6尺3寸 必斩203公分的阿里呢 在李小龙1972年拍摄的死亡游戏中 他在死亡塔上最后一层时 面对的大boss是一个超过7尺高的巨人 是由NBA篮球明星贾巴尔扮演的 李小龙主要是在电影中表明一个个子小的格斗家 怎样攻破一个个子高大的对手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利用良好的柔韧性跃到空中梯极头部 虽然这是事先排练好的搏斗 但确确实实是非常实际的一种格斗法 接下来要说的就是速度 不管什么年龄的人 什么职业的人 包括一些现代的NBA冠军都公开说李小龙的速度快得非常惊人 而阿里也是被公认为有史以来速度最快的重量级拳王 所以如果两人打起来 还得说到他们各自的战术 作为一名拳手 阿里不但在技术上出众 在战术上还是一个优秀的战术家 而说到李小龙 他的一生研究了几千种的战术 在他家中有数百本关于武术格斗的书本 还交出了重量级世界空手道冠军乔·刘医师 李小龙曾经说过 拳击手只有两个攻击武器 他则有四个 也就是他的双拳和双腿 还包含了双膝双肘甚至手指武器等等 论比赛经验 阿里肯定远胜李小龙 但论实战经验 李小龙不胜美举 因为他从小在香港就一直打架 打到美国再打回香港 实战和比赛是不同的 实战是很艰苦的 甚至会赔上性命 拳台上的比赛不是实战 一个在擂台上非常优秀的拳手在街头格斗中 可能照样被击败 因为一个人上到拳台上比赛就会受到各种限制 影片的最后还是要问问大家 如果把李小龙和阿里带到一间房间里 把灯关了 然后告诉他们 没有任何规则 没有任何道德 只有生与死 你认为李小龙取胜的机会比较大 还是阿里呢 欢迎留言你的看法 喜欢我们的影片请点赞订阅还有分享 谢谢观看李小龙实战